已经针对这个momentum 大概的交代了一下 然后再讲collision 就是两个指点碰撞的时候 那接着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个部分 就是说 好 这个两个指点一碰撞 碰撞前跟碰撞后 那到底有这个动量守恒的部分的话呢 那能量的部分 它的能量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讲到这个能量的观点的部分 我们就要回来 回过头来 再先去来了解一下 就是说 什么是能量 OK 那所以 你在讲动量变化的时候 虽然整个动量变化 跟力是有关系的 动量守恒是在没有力的 作用的底下的系统来做的 那接着我们就要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整个 这个能量的观点 那从能量的观点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功 功到底是什么定义 然后 由功的概念 我们必须会引进来 动能的概念 OK 那未来又会引进来 未能的概念 那首先 我们都在日常生活里面 哇 你好用功啊 那此功非彼功 对不对 你们大概都知道 那好用功 那到底这个功是不是物理的功呢 那跑操场跑了一大圈以后 那觉得你流了好多汗 那好像你做了很多功 那是不是有做功了呢 有没有做功 哈 我们回头来看一下我们的功的一个定义的部分 那功呢 那在物理上面的定义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作用力 那在这个物体 对这个物体来讲 那我有一个作用力 作用在这个物体上面 那这个物体呢 受到这个作用力以后 它会 有一个位移 有一个位移 那这个位移呢 这个位移的大小 和这个作用力的成绩 看来好像就是我们的功 但是 我们会发现说 作用力可能跟位移本身 并不是在同一个方向上面 换句话说 作用力本身是一个向量 位移本身也是一个向量 当你两个向量的时候 你要考量这两个向量之间的方向 互相有一些的interaction产生另外一个物理量的时候 你都要去必须考量这两个向量之间的方向 所以如果我们依照这个定义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说 当我们考量这个作用力在位移的方向上面的大小 那我们把我们把这个大小 既然它是跟位移平行的方向 这个呢 跟位移平行方向的作用力大小 然后乘上作用力本身 这个位移本身 我们把这样子叫做功 是我们物理上面的定义 那对于这样一个定义的时候 我们在前几章已经想过 两个向量 F是向量 S是向量 F跟S之间的夹角 因为你这个是这个在位移方向 那方式话说 这个是作用位移的方向 F跟S的夹角就是cosθ 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向量的形式就是F.s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内积 换句话说 依照数学上面 你现在把刚刚我们的一个概念上面 变成 虽然你物体有错到作用力 但是这个作用力呢 如果是跟位移本身是垂直的话 那我完完全全都没有错 就是完全都没有做功 对功这件事情 这个作用力跟位移垂直方向 那它的contribution功是等于零的 所以很明显的 用这样的一个定义的时候 我们刚刚在讲的 你在操场上跑步跑了一大圈 OK 那我说 重力对你所做的功 是等于多少 多少 零 对不对 因为作用重力是什么 锤子 你的地板 你再跑一大圈 你的 这个重力 你的重力 是MG 然后呢 你往前跑 你的位移 是D 所以MG 跟D 是垂直的 那我们自然而然知道 重力所做的功是等于 那是没有问题的 OK 但是 反过来 我们在跑的过程当中 如果只是重力而已的话 就像我现在在往前走 我如果是一个在很光滑的平面上面的话 我能不能往前走 不能往前走 我要往前走 一定是靠我的后脚跟给我的力量 对不对 后脚跟 那是什么力量给我的 摩擦力 摩擦力一直在给我什么 往前的力量 那摩擦力本身 跟我行进的方向是什么 相反的 但是平行 对不对 我们会发现 在这里面 摩擦力 的方向 OK 那你就可以看到了 摩擦力本身是跟位于什么 有方向 一致的 只是 他的方向可能是什么 反方向的 那 摩擦力本身所做的功是什么 就复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擦力本身所做的功 他是复工 他是小一点的 但是反过来 我刚刚讲了 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 摩擦力 摩擦力本身完了以后 地板会给我们一个什么 摩擦力的缓作用力 对不对 他才会往 让我往前走啊 对不对 你看 我如果没有摩擦力 那地板没有往前走 往前 把我推上前的力量 地板没有给我的 那个摩擦力的反作用力的话 我是走不了往前 所以地面给我的 摩擦力的反作用力 是什么 让我 这个 能做正功的部分 换句话说 从这样的分析里面 你现在马上知道 功本身 他可以有 零 也可以小于零 也可以大于零 他的反作用力 那这是我们公的概念 那依照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他的单位 既然你是立跟位移相关的两个单位 所以你自然的在SI的unit 那SI unit 立的单位是牛顿 那个位移的单位是米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交 那如果你是CJ4 那那个立的单位是达音 位移的单位是CM 所以我们把达音CM的话就叫做这个耳格 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两个这个单位 那有时候你会到后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我们也会有电子福特这样的一个工的单位 那电子福特就是一个电子经过一个加速度 那他所得到的一个能量的部分 那一个电子福特的话 就是1.6乘以10的-19次方交额 这是比较常用的几个单位的部分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底下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工的定义 我们再进一步的 如果我的工是由一个便利 那便利作用所得到的 那换句话说 这个力量是在改变的部分 那我们把随时任何时够这个force 随着时间的改变 我投影到位移的方向 OK 那他随时间投影到位移的方向的话 那我们都可以看出 他可以是F的cosθi 那这个θi呢 是随着位置在改变的 那这个时间 OK 那我把每一个位置 任何一个时刻的位置 然后把它的跟位移平行的θ下去做出 那我就可以看到 他可以是任何一个时刻 Ft的cosθi 那我把我的位移从某一点开始 我说他的the force 到最后final的点 这是零 这是final 我可以过的是initial好了 中间的过程 我把它细分成n个等分 那它相当于是-xi 我把它分n等分 然后呢 这个n呢 虚净无穷大 那这个呢 就是datax 每一个datax 小的datax ok 那它 在这个很小的 这个区间里头 在这个位移区间里面的话 我可以看到 它的力量实际上是 跟着位置在变化 但是 当这个datax 慢慢的减少的时候 这两个区间已经慢慢的减少了 换句话说 原来这个变化 已经慢慢趋于什么 很小 我可以把 在这个区间里面的 ftcosθi 视为肌肤subconstant 那如果你把它视为是constant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公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位移跟这个力在位移上面的分量 所以在这个区间里面 在datax区间里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所做的勾 就是大概是ft的cosθi 然后乘上 我的位移 datax 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ok 那我们把这个区间都换成很小很小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区间每一个的这个值都算出来 所以我们把这个data 叫做datawi好了 那每一个小的wi 你把它加起来 加到哪里呢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我已经区分为n个等分 所以我可以从第一个等分 加到第n个等分 那这个加起来的结果 就是我总共的公的大小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这个区 这个区间里面 我已经7分为n个等分 那每一个小等分 都是datawi 那i把它加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经过这样一加以后 实际上就是summationi等于1到n 然后ft 然后coscetai 乘上βx 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n是趋劲无穷大的 那datax其实是趋劲零的 这是因为n是趋劲无穷大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 当datax趋劲零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的summation其实就可以把它变成什么 datax 对不对 summation呢 就变成积分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 f的cosceta 的dx 那x从哪里开始积起呢 x从xi g到xf 这个就是我们偷偷的功能 那换句话说 这cosceta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是d跟位移 它们之间的夹角 那换句话说 我就可以把 xi到xf呢 就写成 这个就是d 在位移上面的平行分量 然后dx 或者我就直接把它写成 xi g到xf的 力乘上位移 这是从数学的观点 你可以知道 公 你现在是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 力跟位移的 一个积分的部分 那从 这个物理的观点呢 我们刚刚看了 在这里面 dx 趋近于零的情况之下 这个force 几乎是 一个定值的部分的话 那你转公的时候 就相当于把 你的力乘上位移 那力乘上位移 就相当于是这一块的面积啦 只不过 这块面积呢 它是 那个宽度是很窄的情况之下 然后去计算 当你把它 区分为 非常非常 这里面的区间 n 区境无穷大的时候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区分 过着你要把它算起来 这个结果 实际上算的就是这底下的什么 面积 就是算的这个底下的 ok 所以 我们在 这 计算 工的 这个关系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 这个积分的结果 就是 F 跟 X 位移 底下 曲线底下的面积 那你受到便利作用的时候 你也没有什么好 这个奇怪的了 那我们现在 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举个例子 ok 那 例子 这个例子是一个 你们常常碰到的例子 那 我说 有一个堂皇 ok 那这个堂皇呢 从 X是等于0的位置 然后呢 我把它 拉到 X的位置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 到底他做了多少的工 甚至于这个问题 从 X 等于0 到 X的位置 他所做的工是多少的话 那首先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知道的是 在这个中间 过程当中 每堂皇的 这一个瞬间到底 在每一个位置上面 受到的力 是什么样的一个力 那在任何的一个区间里面的时候的话呢 你都知道 当你用 当你用 这个 外力 把 它从这个位置 拉到 这里的时候 那外力 把它拉过来 ok 那这个外力 要使这个物体从 X等于0 拉到这边来的时候 它必须要克服什么 弹簧的弹力 对不对 那弹簧的弹力是什么 随着位置的变化 你们在之前都已经知道 它是随着位置的变化是kx 然后它跟它的位移是什么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所以你现在 你的force 你外力 所做的 你外力所做的工是等于多少呢 外力所做的工 就是要克服 弹簧的弹力 然后 从X等于0 拉到X的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实际上 这个外力的大小 是等于负的弹簧的弹力 ok 那它的大小是负kx 然后我们把这个是当成I方向好了 所以负负就得正 然后正I的方向 那我们把这个部分外力已经知道了 外力知道以后 换句话说 外力是随着X 那它的协力是这个kx的部分 协力是k的部分 k是弹簧的弹力常数 好 在这个结果底下 第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已经说 外力到底做了多少工 那自然而然的 你现在看到 你的外力 所做的工 那我们看看 为了避免你们误会起见 我从S1到S2 所做的工 这是我们的W 那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等于 kx的I方向 dotDx 那Dx在I上面的投影 就是Dx 从X1到S2 所以这个 集出来的结果 是2分之1kx平方 然后S1到S2 也就等于2分之1k S2的平方 减2分之1kx1的平方 这是我们常常 我们常常到的 那换句话说 我们说 从S1到S2 就是这一块的面积 那在这边 同学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 很多同学 看到这个时候说 外力所做的工 那就是2分之1kx2-S1 括号的平方 这是你们常常犯的错误 而且非常多同学会犯的错误 这不对的 不对的 是这个才对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外力所做的工 那反过来弹簧罪 弹簧罪 弹簧的弹力 对他所做的工呢 哪一个 看不到是吧 那就等于 这个就等于 2分之1k s平方 s2的平方 减2分之1kx1 OK 这是不同的 那第二个部分 我问的如果是弹簧的弹力 那弹簧的弹力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到了 弹簧弹力 本来就是 在我们的问题里面 就是负的kx 它的i方向 所以 如果是 弹簧弹力所做的工 那就是 你要把弹簧的弹力 然后乘上 x 那一样的是 s1到s2 那这个结果 跟它唯一差别的是什么 你现在有一个负号在这个地方 也就等于 2分之1k s2平方减2分之1k s1的平方 前面 多了一个 5号 在这里 好 这是我们在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的部分 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接着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 另外一个例子 也是你们熟悉的 但是 有很多同学观念并不清楚的 我说 在天花板上面 挂了一个摆锤 然后呢 把这个摆锤呢 从中间点 把它 移到c塔的位置 那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我一路上 都是用 一个水平力 p 作用在它上面 换句话说 我在这里的时候 就是p 然后慢慢慢慢 拉到这边来 我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当绳长是l的时候 在整个过程当中 都是平衡状态 换句话说 我希望在整个过程当中 平衡的话 total force 是等于0的情况之下 那我的问题是 我把它拉到c塔角的时候 那我p所做的功是等于多少 p所做的功是等于多少 OK 问题很简单 也是你们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的话 很理想的一个做法的部分的话 就是因为你在一个过程当中 都是平衡的 所以这个物体在任何的c塔角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什么 它首受的力 它首受的力 全部加起来 submission F要等于0 就是它的total force要等于0 OK 那既然total force等于0的话 这个m一共受了几个力作用 它受了几个力作用 除了我的p是外力以外 那还有呢 重力 我同学说重力 还有呢 长力 对很好 那这三个力要成平衡 那这三个力 p加mg加p 它要等 所以 在这个基准之下的话 那 我们 必须把 这三个力 因为你现在都是要求p 所做的功 所以我们很自然的 我就会去把我的坐标轴 取一下 然后这是x方向 这是y方向 的坐标轴 换句话说 这个是c塔角 这边应该也是c塔角 那 我们可以看到 summation的fx 在s方向 除了p以外 还有一个是t的 sine c塔 它要等于 对不对 在y方向呢 是t的cos c塔 减掉mg 它要等于 所以你很自然的 你就可以马上算出来 t其实就是t sine c塔 那t的部分 这边是mg 直接把它带进来好了 然后t的cos c塔 是等于mg 所以我们可以马上得到p 是等于mg的tn c塔 就是第一个 你得到的 我所需要用的外力的大小p 跟我的mg跟我的c塔角 ok 其实是有关联系的 那接着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我要去算它的公的部分 那我就必须把公 从p 从这个点 一直移到这个点 x dot dx 我直接就可以把它写上来 然后就是mg tn c塔 然后我的p 一路上都是水平的 所以我的方向是i dx dx是什么 dx是 如果这个物体是在这里的话 dx是不是这个 对不对 每一个小的物体 就是从这一个 一直拉到这边来 或者是我把它写成s好了 扁着你们 把它写成s 那我就知道 这个是dx 你现在dx 要在i的方向投影 对不对 这个就是关键点 好 好 我们现在我们看 你把这一小块 放大来看待 然后你要在 s方向的投影 你现在看到的 这个角度 就是是不是我们的c塔角 任何一个角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就是这个角度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这个角 这个跟水平方向的夹角 是不是就是这个角度 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你dx 在i方向的投影 就是等于cos c大的dx 你只是把向量拿掉了 他在这个上面的投影 那就是乘上cos 然后还c塔 这里有没有问题 这里有没有问题 什么东西 c塔是变数 过得我们把 你把这边是c塔0好了 这样就不会 c塔就是变数了 任何一个角度变数 这个c塔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ds是等于多少 ds其实 就是这个长度乘上这个 小小的角度 所以ds其实就是l的dc塔 所以你把他带进来 那句话说 wp 现在你等于是mg的tan的c塔 然后乘上cos的c塔 然后l的dc塔 mg本来就是定值 你把他拿到外面来 cos把它变sinec塔 dc塔 然后l l也是定值 可以把他拿到积分号外面来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我可以从c塔 initial initial可能是0 或者是其他的位置 从最低点 initial是0 到c塔0好了 那这个从c塔i 等于0到c塔0 从c塔i 等于0到c塔0 所以这就变二负的mgcoscos的c塔0 所以我们有一个负号 从c塔i等于0到c塔0 所以这就变二负的mgcos的c塔0 减c塔i 那如果c塔i是等于0的话 那wp就等于1减掉cos的mg1减掉cos的c 这就是你的结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里拉到这边 你其实p所做的功就是mg1 这是我们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